欢迎来点试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你来演这套MMC出品的锅纹和发条套装 MMC刁钻的选材再次给我带来了惊喜 这次竟然是选准了漫画书中的一对好CP锅纹和发条 那么在漫画书里的两者可以说是激情四射了 除了主体之外这配件也是很有看点 各种的替换手型总共有四款 另外就是一个郭文的头雕了 这四款手型里面其中有一款是二者拉手的一个造型 非常的可爱 但是发条这一块的手型没有额外的涂装有点可惜了 说明书的指示算得上是清晰明了了 而且特别要提句的是里面已经透露出OcularMax下一款的组合金刚守护衫 那么首先咱们就来看一下这对好机友在伪装形态下的一个表现 其实并不能算载具形态 因为这个郭文算是一个载具 虽然这个造型比较科幻 前面的镂空位很大 但漫画书里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样式了 而发条只是一个存储条或者叫记忆棒 那么这个车体车身拉得非常长 但其实滚动性是比较一般的 四个车轮都是比较紧的一个手感了 底盘压得非常低 背后来看除了这个巨大车轮还有拼射引擎 似乎是动力非常强劲的一个赛博坛跑车了 那么上部来看的这个骨架感也是比较强 中间有很多的一个镂空位 下部来看的人形有一个吃灰的面雕 载具形态下这整体的一个美形度只能说是一般了 不过马书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说到他的好记忆有发条 那就来拿过来详细看一下 身体上有很多纹路的刻画 但如此的一些细节 更多的是在人形状态下 更多美形度的一个体现了 而他的伪装形态 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凑的一个记忆棒 但是也确实没什么可玩性 两者能互差吗 表示怀疑 放在一起吧 既然是好记忆 无论是人形还是伪装形态 咱们都要在一起 变形方面 两者都是非常直接了当 简单的一个基本骨架 特别是发条 基本上不用看说明书 盲变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首先是把手臂和脚和中心的躯干 给它弄松开来 脚底板这块前脚掌 后脚跟做一个相应的翻转收纳 那么之后把腿部旋转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另外一侧是镜向的变形 话说近期我的视频 基本上都是分两戏来推出的 所以玩具介绍 首先来一期主要专注于变形展示 而没有解说的这样一个视频 那么之后会来一个完整版 就是现在呈现给大家这一期了 不知道大家对如此的一个视频设计 有什么样的反馈和评论 可以在评论或者是弹幕里 给我一些回馈 那么在发条变形完毕之后 咱们专注于眼前这款锅纹的变形 整体的手感可以说是非常顺滑了 MCA的变形设计一向来讲 整体的结构都并不会特别的复杂 玩起来不需要很高的专注度 而且它的材质用料包括关节的松紧程度 是玩起来整体的感受是非常流畅的 所以我还是非常享受 它们玩具设计所带来如此顺滑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么要说一下的是它肩部 郭文肩部这个车轮的变化 它其实是一个有方向性旋转的 你的车轮如果连续向一侧旋转很多次之后 它可能会变得很松或者是特别紧 所以我建议是把握的时候 正向转一圈 下一次变形咱们就反向来避免 它根部关节的一个过紧或是过松的情况了 而人形胸甲包括背部的一个变形收纳 从载具到人形的变化 还是做得非常巧妙的 人形状态下一高一矮 两者都是非常销瘦的一体型 一体型方面咱们挨个来摇 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特别是郭文如此 瘦削高挑的身材 一体型关节的紧度都是让人满意的 那么首先咱们专注于大哥郭文 这个胸部无论是花纹还是整体的一个弧线 和梦哈树里面的形象都非常接近了 头雕方面这个灵活度也是足够 面容的神韵也是可以表现出来了 手臂前后平举 而手肘是一个双动关节 所以其实它大小臂是可以完全贴在一起的 这一点是做得很到位了 那么除此之外 它的一个手腕除了转动之外 它还是一个球关 根部的连接四指可以自由的张开 而且有很多替换的手型 腰部除了平转之外 还有一个向前弯腰的关节设定了 大腿根部关节很灵活 而且支持力度够劲 膝盖这块似乎是一个单动关节 但也是超过90度的一个可动幅度了 脚踝有一个向内摆动的接地性 向前向后也都是不再画下 所以这款个子非常高的玩具 重心把握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再看这小弟发条 是应该叫小弟还是小妹呢 头盔上面这个红点也表现出来了 红色的面罩 可以说是这个人物在各个系列里面的一个标志性特点了 肩甲可以提起来 手臂的可动性非常给劲的 除了向前向后的翻动之外 它有一个摆动的幅度 所以是人物的pose摆起来更具灵性了 手腕可以旋转 有一个替换手性 腰部除了平穿之外还能向前弯腰 下盘的可动性也是非常不错 大腿根部 膝盖这块还是一个双动关节的调节 当然小腿似乎比大腿要粗壮的多 特别从侧面看起来 脚踝有一个接地性 主要是前脚掌接地性的一个表现 重心把握起来还是OK的 并不会特别困难 当然了 作为CP 咱们自然要互齐 小发条坐在大过纹身上 这个场景 相信看过漫画书的朋友都会非常感慨 虽然咱们调侃什么激情四射 好机友 其实你知道漫画书里面情节都会被两者之间的情谊 无论是怎样的情谊所感动 M&C继续剑走偏锋 来了非常硬核的一选材 可以说在目前的市场上 没有哪套玩具能做到如此漫画像还原的一个高度了 如果你是编音金刚漫画迷的话 如果你喜欢其中的过文和发条 那么这套玩具对于你而言 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无敌一样的存在了